Hello 大家好 我是慧琴学姐 刚从学校回来 今天有件特别激动人心的事情 那事情就是今天彩票开奖了 所以我现在要赶紧打开电脑去看一下我有没有中奖 如果中奖的话我就把视频掐断然后不告诉你们 好了 开玩笑了 我们继续看一下 好了 那回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 对 不是打开电脑 去打开冰箱 我要打开冰箱做晚饭 因为我是个中奖决认体 所以虽然你们在我也不相信我会中奖 我还是先解决温饱问题吧 今天先做一个啥呢 今天做一个 今天要做尖椒土豆丝还有姜豆炒牛肉 然后再要一个紫菜汤 好了 食材都准备好了 待会炒个炒再吃吧 我知道你们肯定会说我怎么这么不着急 我还真不着急 我觉得我肯定中不了 吃完饭之后呢 我终于打开网页看我又没有中奖了 你们觉得我中奖了吗 其实就是 我真的没有中奖 而且是一个号码都没有对 上次总共是买了三个 每个呢是两刀 然后呢 可以看到我的号码都不对 但是虽然我的不对 还真的有人中了 这一期投注呢 没有人全中 但是呢 有三个人中了100万美金 还是很厉害了 然后18个人是中前四个数字加上后面的一个数字 然后这18个人呢 有1万美金 还有549个人中了四个数字 哇哇哇 好多好多 但如果你只中最后一个数字的话 只是两刀而已 我呢 很幸运的是一个号码都没有对 所以 没办法 彩票不是每人都能中的 所以还是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吧 彩票的中奖概率真的是极低 所以这个结果我也是早就预料到的 其实没有想到自己手气差到一个号码都中不了 有没有小伙伴有疑惑说 哎 为什么咱们国家的彩票的投奖的金额和美国这边差这么多呢 咱们国家采明的一个中奖最高金额好像是5.7亿人民币 而美国这边你可以看到 中彩票动辄投奖就是五六亿美金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们两个中奖概率的确是差很多 就拿咱们国家大乐透来说 你是要选中前区的五个号码 还有说后区的两个号码全中之后呢 你才拿投奖 这样的概率呢是2100万分之一 美国的威力球呢 你是要从69个数字里面选中前面的五个号码 然后再从26个红球里面选中后面的一个数字 这个概率的话是2.9亿分之一 所以因为概率差很多金额也就差了很多了 所以美国彩票曾经高其实就是因为它们中奖概率真的极低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没有中彩票的命的话 那就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吧 钱一点点赚总不能一口气吃上胖子吧 反正这次买彩票我是失败了 但是这个过程还是蛮有意思的 规则和概率都讲给大家听啦 如果有兴趣的话自己去试一试吧 我是慧琴学姐 关注我查看更多留学生活视频